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多运动明星和艺人网红身上有刺青 让年轻人在崇拜心灵下真相模仿进行刺青 仿先刺青练加伶俐 却因为没有商业登基业别 常年处于三不管地带 让民众刺青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为部警官署 在下个月首度订定刺青纹身纹眉等消费行为注意事项 要求业者需在民众刺青前告知可能风险 民众如果在不知风险情况下临定 业者恐为反 消费者保护法 主要是希望能够明定像刺青这类业者 卫生安全的事项 比如说环境应该要怎么样维持卫生 用具跟仪器要怎么样处理跟消毒 那另外特别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确的揭露 就是说这个纹身纹眉 刺青等等的收费 跟使用的一些工具 程序上有哪些的收费或义务上 这些风险等等这些事项 主要卫部认为 刺青器械会侵入人体 如果相关刺青器械没有做好消毒重复使用 会有感染B型及吸行肝炎等风险 甚至可能感染害致 那刺青最怕就是在刺青过程产生一些感染的问题 第一个是细菌性的感染 第一个是没菌性的感染 第三个是病毒性的感染 第三个是最可怕像一般所有的免疫 方面的问题的感染 就是所一些像艾滋结感染等等 相关研究就发现 有两层吸行感染感染源是因为刺青或纹眉属感染 刺青染剂也会造成皮肤过敏或中心属累积的风险 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注意事项 让民众更清楚刺青纹身纹眉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 这个事情其实是第一次这样子上路 所以是先以辅导管理为出发点 那当然后续如果说业者都已经很上轨道 那我们就这个注意事项 还有一些业者不愿意遵守的话 我们会在跟小宝贵这边来讨论说 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适用一些财阀的范围这样的 这个资金纹省基本上在国内 其实是有必要去加强去做一个管理 希望说卫补部能够针对 之前的告知他的风险 以及所谓的监署相关的这个同意书 应该要去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规范 让交配者都能够知道说 资金纹省本身有一定的一个 这个可能的一个风险存在 专家也建议如果前往资金 还是得留意店家卫生环境 这时候一定要问资金师傅 他本身的消毒器是做哪些流程的消毒 因为你要看待他资金 他的器械 他的摆法或资金 他的本质的器械 所有放在一个消毒的环境中 比如说这个消毒器械的 消毒完他会放在消毒锅里面 再拿出来 没有放在空气中 或者这个孤入在一些脏的环境 那再看他资金的环境是否干净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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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